好 下面我们看所有权的第四个问题 善意取得 善意取得它是误权取得的一种特殊的方式 直接根据法律规定而获得标的物的所有权 或者是他误权 善意取得制度在驻块经济法的考试当中是非常重要的 它不仅可能在误权法律制度当中考大家 还有可能结合后面的合同法律制度 然后在公司法 破产法 票据法当中都有可能考到 所以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大家务必要掌握 在讲具体的善意取得制度的内容之前 大家首先了解一下就是善意取得制度它存在的价值 因为很多同学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他心里肯定有一个疑问 为什么我们没有保护那个原来的所有权人 我们却保护了善意取得人呢 原因是这样的 大家有没有印象 我们在前面讲到我们国家 物权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 其中有一个原则叫做物权公式原则 物权公式就将产生公信力 而善意取得制度其实就是非常典型的 物权公式原则的体现 也就是说第三人他基于对物权公式状态的一种信赖 所实施的交易应该是要受到法律保护的 如果说没有善意取得的话 大家想你买了任何东西都有可能被别人要走 于是呢你在买东西的时候 你肯定会要求这个卖方穷尽一切手段去证明 他是有所有权或者是处分权的 对不对这样的话我们这个交易成本就太高了 而且呢东西随时有可能被要走 我们这样的交易处在一种不安定的状态 那是不行的 所以就有了善意取得制度 好下面我们看 善意取得在考试当中最为重要的 当然就是它的构成要件 我们总结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四个方面 第一前提条件处分无权处分 这个无权处分无非就是两种情形 第一种是针对他人之物 处分人既没有所有权也没有经过所有权授权 比如说有同学借我的手表用 然后把手表拿去卖 好这个卖手表的同学 他既没有所有权也没有经过我的授权 对吧 这叫做无权处分 还有第二种情形就是针对共有物 没有达到法定的处分标准 我们在前面讲到共有 如果要整体处分共有物的话 案份共有必须要经过三分之二以上份额的 共有人同意 而共同共有呢要经过全体共有人一致同意 如果没有达到这个标准 那么也叫做无权处分 好这是前提 第二我们要求这个受让人应该是善意的 所谓善意指的是受让人不知情且无重大过失 好再有第三 应该以合理的价格转让 在这大家要注意我们只要求当审合同的价格是合理的就可以了 不要求这个受让人要现实的支付完毕 好最后转让的不动产或动产 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 而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 一般来讲就是不动产已经登记 而动产呢已经交付 好举个简单的例子 大家先感受一下啊 比如说有同学借我的手表用 把这块手表卖给不知情的张三 我们来看 卖手表的同学 他是非常典型的无权处分 因为他既没有所有权 也没有经过我的授权 好然后买手表的这个同学 张三他是善意的 而他们之间交易的价格 是正常的市场价格 比如说5000块钱 价格是合理的 关键是这块手表已经交付给了张三 好张三就会构成善意取得 完全满足四个方面的构成要件 前提 处分人无权处分 然后受让人张三是善意不知情的 然后以正常的市场价格转让的 好最后 这个动产已经交付给了买售人 这就是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 在善意取得当中 大家要注意两点 第一个就是 在无权处分人 跟受让人之间交付的方式 他可以适用其他所有的交付方式 但唯独不是用占有改定 为什么呢 因为占有改定 大家应该有印象 是由出卖人继续占有标的物 对不对 他没有向当事以外的任何第三人进行公示 举个简单例子 比如说 有个同学借我的手表用 把它拿去卖给不知情的张三 好 如果说卖手表的同学跟张三约定 说手表卖给你 但是呢 再借给我用三天 那这就是典型的占有改定 结果三天之内 被我发现了 大家看 这块手表 还在那个借手表的同学手上 还在无权处分人手上 那么我完全是可以把它要回来的 对不对 所以在无权处分人 跟受让人之间交付的方式 不能是占有改定 好 第二点需要注意的是 在上一取得当中 如果是动产的上一取得 我们要求动产应该是占有委托物 什么意思 一般人是基于合同 共有关系而占有 比如说 我把手表借给这个同学 它是基于借用合同 在占有 再有呢 像 共有物的处分当中 比如 我们共有的一辆车 其中有个人单独把它拿去卖了 而这个单独拿去卖的无权处分人 它是基于什么 共有关系 在占有标的物 简单的讲 它是合法占有 但是呢 无权处分 如果说是占有脱离物的话 在考试当中 我们主要采取排除法 也就是大家一旦看到 盗赃物 遗失物 是不能够善意取得所有权的 讲到这儿啊 我就想起 以前有个学生 大概十多年前了 一个女孩子 特别可爱 有一天给我打电话 说老师我遇到一个事 我说什么事啊 他说我昨天花一百块钱 在某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当地非常有名的 销赃的地方 买了一辆捷安特 大家一听就知道怎么回事 一百块钱买了一个偷来的捷安特 对吧 他说今天我骑到某个地方 被一个人抓住 非说这辆车是他的 我说他有什么证据 他说他在那个车上做了一个标记 我说那也不足以证明 他说这样的老师 他说这个车呀 它是上了牌照的 我估计很多同学 对这个自行车上牌照 完全没有概念 对吧 现在那个共享单车那么多 谁还买自行车啊 但是当年那个自行车啊 确实它可以上牌照 它不仅有一个软牌照 它可以登记 而且呢 还会在那个脚踏板钢圈上面 敲上牌照上的号码 他说这个车人家上了牌照的 我说然后呢 他说这个人他回家去拿牌照 可以过来对 我说他回去拿了吗 他说拿了 对上了吗 对上了 我说那他回去拿的时候 你在干啥呢 他说我在等他呀 多么可爱的孩子 对不对 他说现在他要把车拿走 怎么办 他说可是老师 我给了一百块钱 我说不要讲一百块钱 就是一万块钱 人家照样拿走 他说我要报警 我说你别报 为啥呢 因为当地有一个明文规定 购买赃物最高 可能被处以七天行政拘留 所以如果你报警 最后的结果 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是吧 好 这个案子啊 就告诉大家 盗赃物 遗失物 是不可以善于取得所有权的 人家随时发现 随时拿走 好 这是善于取得的构成要件 下面我们看 善于取得的法律后果 善于取得 一般而言 首先善于取得所有权 那么这个取得人 他就获得标的物的所有权 而原所有权人的所有权 就消灭了 既然他的所有权已经消灭 是不可以要求这个买受人 返还标的物的 只能够向无权处分人 请求赔偿损失 好 针对善于取得 我们刚才给大家举了一个 动产 善于取得的例子 就是我的手表 借给一个同学用 他把手表拿去卖给 不知情的张三 那下面 再给大家举个例子 关于不动产的 善于取得 这个不动产的善于取得 如果要考大家的话 这种案例的概率 是比较高的 我们来看 张三和李四 因为一套房屋的产权 发生了争议 房屋登记在张三的名下 但是法院判决房屋 归李四所有 好 大家看 这就是基于法院的判决 仲裁裁决等法律文书 所导致的物权变动 在什么时候发生效力 判决生效的时候 发生效力 判决生效之后 说明这套房屋 现在所有权应该是谁 李四 但是呢 李四没有要求张三 办理过户 大家可以想见 所有的这个房产登记部门 登记的名字 仍然是谁 登记在张三的名下 但他实际的所有权应该是李四 好 后来张三干了一件事情 把房屋拿去卖给 不知情的王五 我们来看 现在张三并非真正的所有权人 他卖这套房子 构成无权处分 好 然后王五呢 是不知情的 支付合理的对价 然后呢 给他办理了过户登记 那么王五就将构成 善意取得 有同学可能会说 那张三跟王五去办理过户的时候 房产登记部门 不知道吗 大家想想 房产登记部门 他怎么可能知道 法院 针对这套房子 做出了这样的判决 是不是 所以呢 办理过户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好 这就是不动产的善意取得 下面我们看 针对善意取得 司法解释 做了详细的解释 其中比较重要的内容 给大家做一个解析 首先是善意的认定 对于这个善意 大家主要是理解 我们刚才讲 所谓善意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受让人不知情 且无重大果实 好 下面我们看 要求受让人 在受让不动产或动产的时候 不知道转让人 无处分权 而且无重大果实 对于不知情 且无重大果实的 我们认定受让人是善意的 好 于是大家可能就会说 那什么情况下 知情 什么情况下 重大果实 对于知情 如果提干的表述 受让人对此是知情的 那他当然不构成善意取得 典型的 在司法解释当中 对知情还做了一些解释 比如说什么情况 我们就认定受让人是知情的呢 比如 在不动产登记簿上存在有效的异议登记 我们在前面讲异议登记的时候 大家有没有印象 就是异议登记 它是不能够阻却物权变动的 但是呢 受让人不构成善意取得 在前面就提过 对不对 好 什么样的情况呢 举个例子 比如说 我和在座的各位 因为一套房屋的产权发生了争议 我跟大家一起出资购房 你们去登记 但是只登记了你们的名字 好 于是我不服 我认为我是共友人 我就去申请了异议登记 对不对 好 现在异议登记的有效期内 你想要把这套房子卖给张三 可不可以 可以 没问题 因为异议登记不能够阻却物权变动 你可以给张三办理过户 但是 你们跟张三一起去办理过户登记的时候 在房产登记部门 张三他就能明确的看到这套房子上面是有异议登记的 也就是说 他是知道这套房子的产权是有争议的 既然他是知道的 那么他就不构成善意取得 对吧 好 这是典型的一种知情的情形 再有第二就是 预告登记的有效期内 没有经过预告登记的权利人同意的 大家知道预告登记 登记完了之后 他就可以阻却物权变动 也就是说预告登记之后 如果说一方想把这个房子 过户给他人 其实那是不可能的 是不是 所以如果两个人去办过户登记的时候 好 一看上面有预告登记 他当然就知道 处分人是无权处分 这是司法解释 解释知情的情形有哪些 当然 这个知情的情形除了这两种之外 还有很多 我们不要求大家掌握 了解即可 那再看什么情况下 我们认为受让人有重大过失呢 比较典型的情形 比如司法解释规定 受让人在受让动产的时候 交易的对象 场所 或者是时机等 不符合交易习惯的 就应当认定 受让人具有重大过失 比如在座的各位 大家在逛街的时候 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 你在路上走 旁边有个人过来 靠近你 说 劳力士要不要 阿迪达斯耐克要不要 大家想 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反正我遇到过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 假的 你会跟他去买吗 千万不要去 假的也就罢了 万一把你拉到一个小巷子里面打结 那就惨了 是吧 所以像这样的 很明显 这种交易的场所 交易的方式 它就不符合一般的交易习惯 我们就会认定 受让人 它是有重大过失的 好这是善意 那下面我们看 关于善意的十点 也就是说 我们要求这个受让人是善意的 他什么时候是善意的 签合同的时候是善意的 还是说 在不动产登记 动产交付的时候是善意的 还是说 直到原权利人 可能找他的时候 他都是善意的 所以司法解释呢 就进行了明确的解释 什么时候 我们认定 这个受让人善意就可以了 首先 动产要求 在交付的时候 受让人是善意的 也就是说 动产交付给他的时候 他都是不知情 且无重大过失的 而具体解释 这个交付的时间 就包括了现实交付 简易交付 指示交付 但是唯独不包括占有改定 那么在这里面 回顾一下 现实交付 当然很简单 对吧 什么时候交付的 一目了然 这个简易交付呢 因为标的物 已经在买售人的手上 所以什么时候 法律行为生效 什么时候是为交付 也就是他们的合同 生效的时候 这个受让人 都是善意的就可以了 而指示交付呢 因为标的物 在第三人的手上 所以当时就要求第三人返还原物的权力达成转让协议的时候 就视为交付 也就意味着 他们就要求第三人返还原物的权力达成转让协议 这个受让人都是不知情 且无重大果实的 那我们就认定 他是善意的 而不动产 在登记的时候 受让人 是善意的 就可以了 也就是办理过户登记 他都是善意的 至于登记完了之后 他才知道的 不影响他善意 好 这是对善意的认定 好 根据我们所讲 我们看16年 这个单选题 贾一炳三兄弟 共同继承一副古董字画 有假保管 好 我们来分析一下 他们三个人对这幅字画 共有的关系 是岸分共有 还是共同共有 当然是共同共有 因为这是继承而来 没有分割的时候 好 假擅自将该画 以市场价出卖于丁 并且已经交付 丁对该画的共有权属关系 并不知情 我们来分析 假单独把画卖了 构成无权处分 然后丁是善意不知情的 然后以市场价格 合理的价格出售的 关键是已经交付 所以丁构成善意取得 根据误权法律制度规定 下列表述中正确的是 A 经乙和饼中 一人追认 丁即可取得该画的所有权 需要追认吗 不需要 B 无论以和饼追认与否 丁均可取得该画的所有权 这就对了 因为它构成善意取得 C 丁取得该画的所有权 但需以和饼均追认为前提 这是错误的 B 无论以和饼追认与否 丁均不能取得该画的所有权 这是错误的 所以这个题正确答案只能选B 丁构成善意取得 好 再看2015年这个案例分析题 2015年3月2日 假将其生产的一批价值30万元的设备 寄存于乙的仓库 注意 这个设备 所有权是谁的 假的 乙现在占有这个设备 寄存期至2015年4月30日 3月5日 假将该批设备 抵押给债权人A公司 双方签订了书面抵押合同 但是没有办理抵押登记 好 如果问 在答案当中 A是否享有抵押权 答 当然享有 因为这是一个动产抵押 合同生效 抵押权产生 登记只是一个对抗要件 但也正因为 他没有办理抵押登记 说明 他是不能够对抗 善意第三人的 3月9日 李相饼谎称 该批设备属于自己 以35万的价格 将该批设备卖给饼 事后 不知情的饼 全额付款 并取走了设备 好 我们来分析一下 以卖给饼 饼 它只是一个保管人 所以 已构成 无权处分 而饼呢 是不知情的 是善意的 然后呢 以35万的价格 说明这个价格 它也是合理的 好 关键是 已经取走了设备 说明交付给它 因此 饼构成 善意取得 3月16日 饼将该批设备 以40万的价格 卖给丁 好 3月20日 饼交付设备 而丁呢 向饼付款 我们来看 现在饼 卖这个设备给丁 如果有一个问 问大家 丁构成善意取得吗 答 不构成 为什么 因为善意取得的前提 一定是 无权处分 在本案当中 因为饼构成善意取得 它获得了 标的物的所有权 所以 它在卖这个设备 是有权处分 而不是 无权处分 而在 有权处分的前提下 该标的物 已经交付给丁 那么丁 它是构成 合法的 寄售取得 而不是 善意取得 是一个 有权处分 把自己可以处分的财产 卖给他的 合同是有效的 交付了 所以呢 丁 合法取得 该设备的所有权 好 第一问 丁是否取得了 从已处购买的 设备的所有权 并说明理由 我们分析了 已经取得 因为它构成 善意取得 答丁 取得了设备的所有权 理由呢 就打善意取得 当然 不能够光答 这四个字啊 要把善意取得的 构成要件 都要答出来 好 第二问 甲是否有权要求 丁返还设备 并说明理由 当然不可以 因为甲的所有权 在丁 善意取得的时候 就已经消灭了 所以答案是无权 丁 是设备的所有权 然后丁 从丁处购买设备 已经交付 所以丁 它合法取得 该设备的所有权 因此 甲是不可以要求 丁返还的 好 下面我们看 第二个问题 关于特殊动产的 善意取得 这个特殊的动产 就是机动交通工具 船舶 航空器 机动车 大家应该有印象 对于机动交通工具 什么时候 所有权转移呢 交付导致 所有权转移 但是呢 登记是一个对抗要件 也就是说 不登记 不得对抗 善意第三人 于是 针对这些特殊的动产 如果第三人要善意取得的话 到底是以交付为准 还是以登记为准呢 答应该以交付为准 因为他仍然是一个动产 所以船舶 航空器 机动车 他们的善意取得 交付 就可以善意取得 不以登记为要件 好 举个例子 比如说 张三把一辆车 卖给李四 交付给李四 但是没有给他办理 过户登记 当我们看到这 问这辆车的所有权是谁 是李四 因为机动交通工具 交付导致所有权转移 登记不过是对抗要件而已 好 后来张三又把车借回去 既然是借回去 张三是没有所有权的 然后呢 他以市价卖给不知情的王物 并且交付 那王物就构成善意取得 因为张三把车借回来 无权处分 王物是善意不知情的 然后合同的价格是合理的 市价 然后动产 机动交通工具已经交付 所以王物构成善意取得 好 再看 第三个问题 关于转让合同 如果存在效力瑕疵 其结果如何 那么这个呢 讲的就是 假如说 无权处分人 跟受让人之间的转让合同 是无效的 或者被撤销 那么既然这个合同是无效 或者是被撤销了 大家知道 无效是自使无效 一旦被撤销 也是自使无效 所以受让人就不可以善意取得了 如何理解 举个例子 比如 张三借李四的手机用 好 张三是借来的 当然无权处分 王五采用胁迫的手段 要求张三把手机卖给自己 大家知道 胁迫定立的合同是可撤销的 所以即便是张三把手机给了王五了 但是张三撤销该合同 一旦撤销 自使无效 能够返还财产的 要返还财产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王五它是不构成善意取得的 好再看 第四个问题 善意取得跟合同效力的结合 那么在这里面呢 主要就是要解决 无权处分 买卖合同效力如何 大家记住 无权处分 买卖合同是有效的 这个在考试当中是多次出现的 大家记住这个结论就可以了 好 合同是有效的 关键最终的结果 受让人 能不能够获得标地物的所有权 关键看什么 关键看他是否构成善意取得 如果受让人构成善意取得的话 他就可以获得标地物的所有权 比如在座有同学借我的手表用 把它拿去卖给不知情的张三 张三支付了市场价格 然后手表交付给张三 好 如果是这样 张三完全满足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 没问题 他就可以直接获得该手表的所有权 但是如果说买数人不构成善意取得 比如说什么样的情况呢 这个借我手表的同学 他急需用钱 本来这块手表可能价值一万块钱 结果他一千块钱就拿去卖掉了 好 这就不是一个合理的价格了 对不对 被我发现之后 哪怕手表给了张三 我也是可以把它要回来的 或者说 我们这个同学借手表的同学 把这个手表卖给张三 还没有来得及交付就被我发现了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也是可以把手表要回来的 因此买数人张三 他不构成善意取得 那他就不能够获得标地物的所有权 我们如何保护这个买数人的合法权益呢 这就是法律规定 无权处分买卖合同有效的原因 买数人他不能获得标地物的所有权 因为合同是有效的 所以他可以基于这个有效合同 追究处分人的违约责任 好 下面我们看 最后 善意取得制度不仅仅是针对所有权 他物权也是可以善意取得的 举个简单例子 大家了解就可以了 张三将借来的自行车 质押给不知情的李四借款 好 我们看 这个自行车张三借来的 他拿去质押构成什么 无权处分 好 再看 李四是不知情的 说明他是善意的 然后呢 大家知道 动产的质押一定要怎么样 要交付才能够产生制权 所以自行车交付给李四 李四呢 就会善意取得制权 好 讲到这儿 可能有同学就有疑问 说老师 你这里面好像少了一个 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 什么呢 就是合理的对价 这个问题啊 大家可能不太了解 因为质押合同 我们在后面 讲到合同法律制度的时候 大家就会了解到 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单务合同 什么意思 是一方负有义务 而对方享有权利 对方并没有相对应的义务 比如说 我把自行车质押给你 在质押合同当中 我的义务是交付这辆自行车 让你获得治权 你并没有相对应的义务 所以呢 它就没有对价的要求 明白吧 这就不影响它构成善意取得 好 这是贪污权的善意取得 下面我们看 所有权的第五个问题 动产所有权的特殊取得方式 在这里面 我们要给大家介绍 仙战 天赋 实得一事物的 那么其中仙战呢 大家了解 对于天赋 大家注意理解 而实得一事物的规则 是物比较把握的 好 首先看仙战 所谓仙战指的是什么 就是针对无主物 谁最先以所有权人的意思 去占有 他就可以获得标地物的所有权 所以仙战的前提 一定是针对无主物 而无主物呢 有两种 一种是天然的无主物 也就是自然界价值比较小的 比如说野生动植物 典型的例子 大家很小的时候 就学过一个成语 守株待兔 对不对 好 大家看 那么这个野兔 谁最先以所有权人的心态占有 他就可以获得这个标地物的所有权 当然 可能有以前学过生物的同学 说老师啊 那个野兔你知道吧 有一种叫血兔 也是国家保护动物哦 你说的对 那个是不能先占的 因为那是国有的 所以针对那种 非国家保护的 是吧 天然的无主物 比如说大家 采点什么野果啊 是吧 都没有问题 好 第二种无主物呢 是被抛弃的动产 我们在前面讲过 民事法律行为当中 有抛弃 对吧 一旦动产的所有权 被抛弃的话 他就会变成一个无主物 而这个无主物 也是可以先占的 比如说 土豪章 收藏了明表若干 某日 他嫌其中的一块劳力是不好看 取而弃之 这就是典型的 贫穷限制了想象的 是吧 扔掉了 好 一旦扔掉 说明他抛弃 这个动产的所有权 这块手表 就变成了一个无主物 后来 李某 实德以后 据为己有 没有任何问题 因为这是一个无主物 是人家扔掉不要的 所以谁最先 以所有权人的意思占有 谁就获得标的物的所有权 这叫做先占 好 大家了解就可以了 下面我们看 第二种 所有权取得的特殊方式 叫做天赋 对于这个天赋 它包括了复合混合加工 在20年和21年的考试当中 都有考到 20年呢 直接考天赋的方式有哪些 21年是让大家判断 以下哪些情形构成天赋 所以我们必须要理解 什么叫做天赋 所谓天赋指的是 不同所有人的物 因为复合 混合 加工 而产生了新物 简单的讲 就是不同的主体 它们所有的物 结合到了一起 无法拆分 或者说拆分 非常的困难 那我们就要解决 所有权的归属问题 好 这里面 核心的关键词 是不同所有人的物 结合到一起 下面我们看 天赋包括 动产对 不动产的天赋 以及动产 对动产的天赋 其中 动产对 不动产的天赋 主要就是 复合 举个简单例子 比如说 张三 跟李四家 都在盖房子 好 张三呢 准备 把自己那个 猪圈 重新翻修一下 他盖的是猪圈 把猪圈的那个房梁拆下来 放在路边 等着回头 其他搞得差不多了 再把它装上去 结果李四家 不是也在盖房子吗 李四呢 就让他儿子说 你去搞一根 合适的房梁回来 好 李四的儿子 跑到外面一看 哎呦 这是谁扔掉 不要的 就是张三家 那个猪圈上 拆下来的 好 于是呢 李四的儿子 就把这根房梁 扛回去了 李四一看 嗯 不错 直接装在了 自家房顶上 等张三回头一看 哎呦 房梁不见了 好 再一了解 到了李四家了 李四说 你看 在房顶上 这个时候 大家想想 能不能说 张三要求李四 你把房顶拆了 把那个房梁还给我 当然不行 所以我们就要解决 这根房梁 它的归属问题 对吧 那一般而言 针对动产 对不动产的天赋 是归不动产 所有权人所有 而动产的所有权人呢 获得补偿 也就是说 李四应该给张三 一定的补偿 好 再看 动产 跟动产的天赋 就包括了 复合 混合 和加工 其中 复合 一般来讲 就是两个动产 结合在一起 无法拆分 或者这个拆分 非常非常的困难 举个例子 比如说 你家 在二楼 我家呢 在你楼下 有一天呢 你在上面 晒你的金戒指 结果不小心 可能就掉到了 我们家阳台的外面 好 我呢 在周围 比如说打扫卫生 你看 哟 这个金戒指 谁不要了吗 扔掉了吗 我以为是谁不要的 好 于是呢 我就把它捡起来 然后我自己呢 也有一个小小的金戒指 于是我就把它融到一块 打了一个更大的金戒指 好 这个时候你到处找你的金戒指 发现不见了 于是呢 就来问我 说 王老师 有一天我在阳台上晒金戒指 可能掉你那个阳台里面了 哎呦 我说没掉阳台里面 掉外面了 我以为 是人家扔掉的 所以你看 现在就这个大的 怎么办 这就是非常典型的 动产 对动产的复合 好 然后 混合 比如我的黄豆 跟你的绿豆 混一块 怎么办 有同学讲 捡呗 两颗没问题 对吧 两吨呢 你去捡 反正我不干 所以我们就要解决 它的归属问题啊 好 再有 加工 一般来讲 这个加工行为的价值 它一定比原来这个物的价值要高的 举个简单例子 比如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根雕艺术品 真的是非常的精美啊 好 假如 有一个老农民 在山上挖树根 干啥呢 过年 把它当柴火用 好 挖出来一个扔到路边 正好有一个根雕艺术家 在山上也是在找树根 大家看 这个老农民挖出来之后 放在那 回头是准备搬回家的 其实他先站啊 对不对 但是他放那 他不是找第二个去了吗 根雕艺术家 一看 哎呦 这个树根谁不要的 太漂亮了 做成一个根雕艺术品 正合适 于是就扛回家去了 就雕成了一个根雕艺术品 百猴闹春土 好 不久之后 老农民找到他 艺术家 我的那个树根呢 我们家过年当柴火用的 听说被你扛回来了 艺术家给他看 哎呦 大爷看 百猴闹春土 就是你那个树根了 这个时候你能不能讲 让老大爷把它扛走 当柴火烧了 当然不合适 这就是典型的 加工导致这个东西的价值 肯定是升高了 对吧 好 这就是动产 对动产的天赋 我们讲天赋 大家看啊 就是因为 不同所有人的物 结合在一起 没有办法拆分 或者说 拆分也行 但是非常的困难 或者成本很高 于是我们就得解决 所有权到底归谁 对吧 而这个天赋的话 有一个基本的要求 就是不能够导致 标地物价值的减少 如果说导致 标地物价值减少的话 就有可能构成侵权了 比如有同学 听完老师的课之后 中午回去 回到宿舍里面 一看 哎呦 有同学 喝了半瓶的茅台 放在桌上 于是呢 他想 我一定要天赋一下 怎么天赋的呢 半瓶红墨水 就到进去了 你这不叫天赋 那个酒不能喝了 对不对 直接就是侵权了 好 这是天赋的方式 那下面我们看 天赋的法律后果 这个呢 大家了解 根据明法典的规定 写的很复杂 就是最后这个标地物 所有权的归属怎么处理 有约定 按约定 有约定 还有什么纠纷呢 所以关键是没有约定 或者是约定不明 按照法律的规定 好 假如法律没有规定 应当按照充分发挥物的效用 以及保护无过错当事人的原则来确定 典型的你像那个动产对不动产的天赋 那肯定是那个不动产的价值要高一点 对不对 所以那根房梁呢 就应该归房屋的所有权人所有 另一方获得补偿 好 如果因为一方的过错 或者确定屋的归属 导致了另一方当神损害的 应当要给予赔偿或者是补偿 那么这个内容 大家了解即可 其实我们如果把它简化一下 非常简单 理论上认为 动产跟不动产发生天赋的情况下 那就归不动产所有权人所有 因为充分发挥物的效用 对吧 动产的所有权人呢 获得补偿 好 如果是动产对动产的天赋 比如说复合混合 我们可以把它归纳为 归主物的所有人所有 或者是依价值成立共有 简单的讲就是 价高者得价低者或补偿 比如说 那个金戒指 对吧 不容易块了吗 那 要么就是 谁的更值钱归谁 另一方或补偿 要么就是 干脆我们共有一下 一人带一天 对吧 再有 我的黄豆跟你的绿豆混一块 我们看谁的豆更值钱呗 对不对 更值钱的那归谁 或者是 我们俩商量一下 依价值成立共有 也没有问题 而这个加工呢 因为加工行为的价值 是高于原来标的物的价值的 所以 加工人 应该获得标的物的所有权 而另一方呢 获得补偿 好 这是天赋的法律后果 大家了解即可 好 根据我们所讲 我们看 21年这个多选题 下类构成天赋的有 A 用别人的钢筋盖房子 这是非常典型的 动产对不动产的天赋 B 将粉灰刷在他人墙上 也是非常典型的 动产对不动产的天赋 都是复合 C 螃蟹被大雨冲到其他人家的螃蟹池塘 两家的螃蟹混一块了 这叫什么 混合 动产对动产的天赋 B 将他人的木头 加工成门 这是非常典型的 加工 所导致的天赋 所以 A B C D 全选都是天赋 在这里面 大家要特别注意 一定是不同所有人的东西 结合在一起 才叫做天赋 好 下面我们看 所有权取得的 另一种特殊方式 实得 于实物 简单的讲就是 捡到东西 应该 如何处理 对于实得一失物 大家想想 至少涉及到几个当神 最起码涉及到两个当神 一个就是原来的所有权人 一个就是捡到东西的 我们把它叫做实得人 好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 对于这两个当神 他们的权利义务 首先实得人 相信大家从小就接受父母的教导 实惊不昧 对不对 所以记住 实得已失物 只有两条路 要么返还 要么上交 返还或上交之前 一定要 妥善保管 如果说 有故意或重大过失 导致已失物的毁损灭失 那是要承担赔偿责任的 讲到这 想起个真实的案例 这个案子应该是发生在 2011年左右 北京 有这么一个案子 就是 有个男的 在一个地下停车场 捡到一枚钻戒 正好被监控摄像拍下来 这个钻戒 钻石很大 他拿着这个钻戒呢 就走出了监控摄像的范围 不久之后 有个女的告他 要求他返还钻戒 好 这个男的讲 我一看地下停车场捡的 那个钻石那么大 肯定是假的 于是扔了 扔了 没关系 赔钱 这个女的拿出买钻戒的发票 四万多块钱 好 下面的问题 同学们 你们觉得法院 是判这个先生赔 还是不赔 如果赔 赔多少钱 我跟大家讲 判 赔 赔多少钱 四万多块钱 为什么 因为 实得一失误 只有两条路 要么返还 要么上交 而返还或上交之前 一定要怎么样 妥善保管 如果有故意或重大果实 导致一失误的回损灭失 那是要承担赔偿责任 所以 这位先生 虽然他没有故意 但是他有重大过失 赔偿多少钱 四万多块钱 好 听到这儿 大家就知道 地上有东西 感觉最好不要捡 对吧 捡起来之后 发现没 好像都是义务吗 我跟大家讲 有的时候 法律学多了 有坏处 我记得 有一年冬天 一月份 我到外地去做讲座 做完讲座之后呢 第二天一大早 不到七点钟 我要坐高铁 好 然后六点多钟 天都没有亮 还有点黑 我就到了那个高铁站的外面 我在那儿 我想等一等再进去 因为高铁站里面 味道总是觉得有点啊 好 我在那儿 走两步 结果一群人 哗 从我面前跑过去 掉了一百块钱 然后我还 哎 钱掉了 估计这帮人赶火车吗 跑得很快 没听到 我盯着那一百块钱啊 我就在想 实的一事物 只有两条路 我要是捡起来 去交道派出所 我怕我误了车 于是我就在那儿看 好 不一会儿 哗 这群人又跑回来 指着我 指着那个钱 说 哎呦 那个钱还在 那个人没看见 我说我傻呀 我没看见 我就是在想 我捡还是不捡 讲完这句话 感觉浑身都不好了 对吧 所以大家看 记住啊 实得一实物 只有两条路 要么返还 要么上交 好 主动返还的 可以要求 费用的清偿 如果有悬赏的话 是可以领取的 比如说 返还的时候 花了车费的 对吧 或者说 大家捡到我的羊 养了两天 花了饲料费的 那么这种必要的费用 是有权利 要求清偿的 好 如果说 我的羊走丢了 我悬赏2000块 找羊 你把这个羊送回来 悬赏 是有资格 要求领取的 假如 拒不返还 正好相反 大家看 无权 无权要求 费用的清偿 也没有权利 领取悬赏 比如大家 捡到我的羊 巨为己有 哪怕你养这个羊 每天给它吃狗 不理包子 每天花了200块钱 不好意思 你也没有权利 问我要费用 如果我有悬赏 你也没有资格 要求领取悬赏 而我是有权利 要求你把羊 还给我的 好 这是主动返还的 下面我们讲了 实德仪是物 要么返还 要么上交 所以 如果不知道是谁的 那就上交有关部门 而有关部门 公告一年 无人认领 就收归国有 注意 公告一年 原来物权法当中 规定的是六个月 但是后来 民法典出台 把它改成了一年 好 这是实德仁 下面我们看 原所有权人 这个所有权人 如果实德仁 主动把标的物 返还给他 他当然要支付 我们刚才所讲到的 选赏的金额 和相关的费用 如果说 这个遗失物 被转售的情况下 原所有权人 如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 他有两种选择 好 我们来看 第一种 是行使反还请求权 原所有权人 有权从知道 或应当知道 买售人之日起 两年内 从买售人处 锁回 要不要给钱 大家看 原则上是无常的 但是 如果第三人 自拍卖 或者是 有经营资格的 出卖人处买得 那么所有权人 就必须要支付 嫁金 只不过呢 他支付之后 有权利向 无权处分人追偿 好 举个例子 比如说 有同学 捡到我的手表 把他拿去 卖给了张三 那么 我作为 所有权人 我有权利 从知道 或应当知道 张三之日起 两年内 要求他返还 要不要给钱 大家看 因为本案当中 私下买卖 是不受保护的 所以我找张三 要回来 是不需要 给他钱的 好 于是 就有同学 可能会问 说那这个张三 多亏啊 对 谁让你 私下去买 这块手表呢 对不对 所以张三找谁 找那个 捡手表的人 好 假如说 有人捡到 我的手表 伪造了 所有的发票 把他放到 有二手货 经营资格的 商家那儿出售 而张三呢 花500块钱买得 这就不一样了 我虽然说 可以从 知道或应当知道 买售人张三之日起 两年内 要求他返还 但是 这是一个 公开市场的买卖 持售保护的 我就必须要 支付500块钱 给张三 好 这就是 第一种选择 行使返还 请求权 当然第二种选择 是可以直接要求 无权处分人 赔偿 这是 实得以实物 好 下面就一个案例 来给大家梳理一下 关于实得以实物的规则 假的手表丢失 被以实得 我们说了 本来这个 应该怎么样 要么返还 要么上交 对吧 返还或上交 之前要妥善保管 如果主动返还的话 可以要求领取 悬赏 也可以要求 支付必要的费用 如果拒不返还的话 那么既不能领取 悬赏 也不能够要求 支付必要的费用 好 但是呢 你干了这么一件事 第一 如果以直接卖给饼 得款500块 好 下面 假就有两种选择 第一种 自知道饼之日起 两年内 要求饼返还 要不要给500块 不需要 因为私下买卖 不受保护 第二种选择 是直接要求 以无权处分人 承担赔偿责任 好 假如第二种情形 已伪造了所有的票据 将手表放到 有二手货 经营资格的商家出售 而饼 是从该商家 花500块钱买得的 好 同样 加两种选择 第一种 刑事反还请求权 自知道饼之日起 两年内 要求饼返还 但是 此时 要不要给钱 需要给500块 因为这是一个 公开市场的买卖 是受保护的 好 第二种选择 也是直接要求 无权处分人 以承担 赔偿责任 下面我们看 第三种情况 如果已适得以后 上交派出所 派出所公告一年 无人认领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将该手表拍卖 而饼 花500块钱拍得 则 贾无权要求并反化 为什么 因为公告一年 无人认领 这块手表 收归国有 所以国家 把这块手表 卖给饼 饼 花500块钱买得 这是合法的 寄售取得 贾的所有权 在什么时候 就没有了 公告一年 无人认领 收归国有的时候 他的所有权 就已经消灭了 所以贾 当然无权要求并反还 好 根据我们所讲 我们看 占个例题 单选题 贾在上班途中 遗失手机一步 被以失得 贾发布悬赏广告称 愿向归还手机者 支付现金 1000元作为筹刑 根据 物权法的制度规定 下列表述中 正确的是 有悬赏啊 反还手机 是以得法定义务 顾贾虽然承诺 向归还手机的 使得人 支付1000元筹金 以人无权请求假 支付该筹金 仅有权 要求假支付 因返还手机 而发生的必要费用 这是错误的 如果以主动返还 他有权利 要求领取悬赏 也有权利 要求支付必要的费用 若已将手机 以3000元的市场价格 卖给不知情的饼 则贾除非向饼支付3000块钱 否则无权请求饼 返还手机 这是错误的 私下买卖是不受保护的 所以 贾要回来 是不需要给钱的 好 再看 C 若已将手机送交公安机关 而贾 位于公安机关 发出招领公告之日起 一年内 任领 则已取得 该手机的所有权 这显然是错误的 公告一年 无人认领 就收归国有 对 若已欲将手机 据为己有 则贾 有权请求已归还 以既无权请求贾 支付1000元筹金 也无权要求贾 支付必要的返还费用 这就是正确的 所以正确答案 应该选定 记住 实得已失误 只有两条路 好 再看 19年 这个多选题 以实得贾 丢失的手机 以市场价500元 卖给不知情的 旧手机经销商饼 根据 误权法律制度规定 下列表述中 正确的有 很多同学 被这个地方 旧手机经销商 蒙骗了 以为这是一个 公开市场买卖 大家看 谁拿出去卖的 实得人已 已把这个手机 卖给了饼 这其实是一个 私下的买卖 所以它是不受保护的 A 以实得手机以后 加及失去手机的所有权 这是错误的 我们说实得已失误 应该怎么样 返还给所有权人 所以原所有权人 它是有权利 要求返还的 即便这个已失误 被转售的情况下 它还能够行使 返还请求权呢 对不对 所以A选项 错误 B 加有权请求 以给予损害赔偿 这是没有问题的 在一数倍转售的情况下 原所有权人 两种选择 第一种呢 是行使返还请求权 第二种呢 是要求无权处分人 赔偿损失 C 假有权请求饼 返还手机 但是应当向饼支付500块 这是错误的 有权要求饼返还 而且是不需要给钱的 再刊定 你将手机 出让给饼的行为 属于无权处分 这是正确的 因为识得已输 应该返还给所有权人 所以他把人家的东西 拿去卖了 既没有所有权 也没有经过所有权人授权 典型的无权处分 因此这个题 正确答案应该选B和D 好 讲到这里 所有权这一节 就给大家讲完了 在这里面 我们首先给大家讲了 什么叫做所有权 所有权的基本类型 然后呢 讲了所有权的一种特殊状态 就是共有 这个共有呢 要分为暗份共有 跟共同共有 对于共有类型的划分 有约定 暗约定 没有约定 我们就看共有人之间 有没有家庭关系 如果有家庭关系 认定为共同共有 没有家庭关系 认定为暗份共有 典型的共同共有 比如说夫妻共有 再有呢 家庭共有 比如说家庭承包的财产 再有呢 以家庭共有财产 投资于个人独资企业 再有就是继承开始以后 遗产分割之前的这种共有 好 对于共有 它的关系 包括内部关系 也包括外部关系 那么其中比较重要的 涉及到 比如说 暗份共有人 同等条件下的 优先购买权 暗份共有人 对外转让 它的份额是自由的 但是呢 其他的共有人 享有同等条件下的 优先购买权 而这个同等条件下的 优先购买权 前提应该是在 对外转让的时候 如果是因为继承 遗争或者是内部转让 那么其他的暗份共有人 原则上是不享有 优先购买权的 而同等条件下的 优先购买权 应该是同等条件 同时呢 这个优先购买权的形式 它是有期限限制的 这个期限 有约定 按约定 如果没有约定的话 那就是 在明了同等条件的 通知当中 所表明的日期 如果说通知当中 没有载明期限 或者是短于15天的话 那就按15天 假如说没有通知 那就是其他的暗份 共有人知道 或应当知道 同等条件 之日期15日 假如既没有通知 也无法确定 其他共有人 是否知道同等条件 那就是 共有份额的全数 转移之日期6个月 好 然后针对 共有物的整体处分 重大修缮 改变共有物的性质和用途 暗份共有必须 三分之二以上 份额的共有人同意 而共同共有呢 需要全体共有人 一致同意 无论是暗份共有 还是共同共有 针对共有物 对外都将成立 连带债权 连带债务 好 然后我们讲了 关于所有权取得的 一些特殊的方式 那么其中 涉及到善意取得 大家务必要掌握 它的构成要件 前提条件 处分人 无权处分 而无权处分的买卖合同 是有效的 然后受让人是善意的 所谓善意就是不知情 且无重大果实 而我们要求这个善意的 十点 应该是动产交付 不动产登记的时候 它是善意的 再有呢 受让人是支付合理的对价 我们只要求合同的价格 是合理的就可以了 并不要求一定要 限时支付完毕 而最后 动产应该要交付 不动产的应该要登记 好 满足善意取得的条件 取得人可以获得标地物的所有权 而原所有权人的所有权也就消灭了 当然善意取得不仅仅是针对所有权 还可以善意取得他物权 然后呢 我们讲了先战和天赋 这个先战呢 就是针对无主物 谁最先以所有权人的心态占有 谁就获得标地物的所有权 好 然后呢我们讲了天赋 天赋呢是不同所有人的物结合在一起 无法拆分或者说拆分比较困难 所以我们就要解决这个标地物它的归属问题 天赋包括了动产对不动产的天赋 也就是复合 以及动产对动产的天赋 包括复合混合和加工 而这个天赋当中 大家特别要注意 一定是不同所有人的物结合在一起 好 至于天赋的法律后果 理论上认为动产对不动产的天赋 那就归不动产所有权人所有 而动产所有权人获补偿 而动产跟动产之间的复合混合 叫做价高者得价低者获补偿 或者是依价值成立共有 而加工呢 一般来讲就是归加工行为人 而另一方获得补偿 而实得以失误 这个法律关系当中 其中实得人 我们说了实得以失误 只有两条路 要么返还 要么上交 在返还或上交之前一定要妥善保管 如果说故意或重大过失 导致遗失误的回损灭失 那是要承担赔偿责任的 而主动返还的 有权力要求领取悬赏 也有权力要求支付必要的费用 如果拒不返还 既没有权力要求领取悬赏 也不能要求支付必要的费用 好 原所有权人 在遗失误被转售的情况下 它有两种选择 第一种呢 是行使返还请求权 也就是从知道或应当知道 买受人之日起 两年内 要求买受人返还 至于要不要给钱 关键看是什么方式的买卖 一般情况下是不给钱的 如果说 它是从拍卖 或者是有二手货 经营资格的商家处买得 那么原所有权人要求返还 就要支付相关的费用 它的第二种选择呢 就是要求无权处分人 赔偿损失 两个评论